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 我是李慧怡 首先和大家看看欧美股市夹晚收市情况 美股反复偏远 中美紧张关系加剧 引发市场对首阶段贸易协议落实的情况的忧虑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修复24,474点跌101点跌幅0.41 对俊普尔500指数修复2948点跌23点跌幅0.78 标普11类指数多数下跌 能源股及科技股指数都跌超过1%以上 纳斯纳克指数修复9,284点跌90点跌幅0.97 个别股份方面 零售股白斯买跌超过4% 数据显示受到疫情影响 公司贵度及年销售下降5.3% 亚马逊股价创新高之后下跌2% 中概股普遍下跌 蔚来汽车跌超过4% 阿里巴巴及京东跌超过2%和3% 爱奇艺及拼多多跌超过1% 美国参议院日前通过一项法案 加强了对外国公司上市的审核 或者会令到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退市 再看看港股美国余托政券的表现 ADR普遍下跌 腾讯ADR教本港星期四收市价跌1.32% 折合报427.66港元 汇控折下给本港收市跌1.71% 中移动跌4.37% 中联通跌0.89% 中人秀跌1.48% 再看看欧洲股市的表现 欧洲股市下跌 中美关系有恶化跡象 加剧了市场担忧全球经济复苏的速度 银行、游戏和科技股拖累大事表现 倫敦富士100指数 收市报6015点跌51点 法兰克福特指数 收市报11065点跌157点 巴黎克指数 收市报4445点跌51点 再看看油价表现 国际油价升至两个半月以来最高 美国原油库存下降 石油输出国组织牵头的减产开始落实 以及各国逐步解封都利好油市 纽约旗油每桶报33.92美元升0.43美元 伦敦布兰特旗油每桶报36.06美元升0.31美元 再看看金价 金价下跌超过百分之一 因为投资者先行锁定利润 加上美元上升令金价受压 纽约期间每公司报1721.9美元跌30.2美元 再看看美元汇价 美元对一蓝指的货币指跌回升 投资者评估全球经济停摆的影响 加上中美紧张局势不断加剧 有资金流入美元避险 美元指数升0.2%至99.385 欧元对美元有回套 下跌0.21% 过去4个交易日升1.6% 英镑对美元基本持平 大市场评估英镑仍然会受压 因为担心英文银行可能会将利率降至0以下 看最新美元汇价 港元7.7541 日元107.59 欧元1.0946 英镑1.2226 瑞士法郎0.971 加元1.3957 澳元0.656 楼元0.6115 美国国库债券 10年期债券报0.67 30年期债券报1.38 这个时间可以看港股最新走势 恒生指数最新报23580点跌699点 国企指数最新报9642点跌205点 大市成交暂时107亿 这环节时间差不多了 回到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见